誰說的只是一齣戲 劇本上場前就已經決定 將舞台劇中的精彩片段 搬到記者會現場讓民眾先賭為快 金曲歌後關靈芝的實力 果然不容少去 邊唱邊跳還要演戲 劇中角色詮釋的十分到位 最近都是一直在挑戰自己 然後把腦瘟漾也擴充 你想想看我們台上有23位演員 光是走位 你一定要記對位置 要不然會被撞到還是會被遮到這樣 所以這種種都是一種挑戰 將監獄題材頒上舞台 由第四人稱表演玉所改編的 辣妹上學去 將曾在台中女子外 一間獸型的蘇慧珍女士的故事 排編成歌舞劇 不僅有金曲歌後加持 還有廣告女王李依瑾 也在劇中搭上一腳 平時多視演出乖乖排角色 這次挑戰獸型人考驗演技 看類似的影片電影 然後也包括是真的實際上是自己在家裡 然後去想像這樣的事件是真實的話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我是用什麼樣的心情來面對我的人生 從一開始壓力大 到後來可能大家慢慢的熟練 信心就來了 所以現在是非常享受的 那因為這裡面有大量的原創的歌曲 大概總共有將近20首 那所以我們也有20首不同的舞蹈的畫面 有快的有慢的 那曲風呢有爵士 有拉丁有搖滾有抒情 所以很多元的曲風 那對於演員是一個挑戰 那對於我們在幕後做設計 還有導演的部分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為了讓片箱學子也能到場來看表演 劇團不僅捐票做公益 還要另外將這票房的5%盈餘 捐給立新基金會 這個我們的基金會 還有我們的這個主要的贊助團體 能夠這樣的看重台東市 而且是完全 這個算是完全的演公益的贊助 我也代表台東市政府來感謝 這齣拉美上學去的舞台劇 是台灣劇場借首次將監獄題材搬上舞台 要讓民眾看見受刑人 如何突破困境迎向人生的光明面 8月29號及30號 將在台中的中心堂演出 也歡迎民眾購票進場 有君台中採訪報導 然後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